中枢神經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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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士忌的話是40度的酒精濃度 如果換算成威士忌的話 大約是400毫升的威士忌 等於接近三分之二拼 因為像比賽裡面他們是要拼速度 所以他們喝很快 像這個就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以純化是一種中枢神經抑制剂 在短時間內喝了大量的烈酒 其實這是蠻危險的 百香果加上福特加在餐上蜂蜜提味 這被叫斷魂百香果調酒 一名25歲張信竹科工程師 參加調酒比賽 八分鐘內狂冠700CC 疑似身體不堪負荷 喝完之後卻真的斷魂 被發現沉濕在信義百貨廁所 因為像比賽裡面他們是要拼速度 他們喝很快 那像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根據警方調查 男子游人還原七號晚間 在信義區露天酒吧參加 一公升的眼淚調酒促銷活動 活動標榜只要八分鐘內灌下一公升調酒 就可以免費招待 最後業者認定張南達標 並退還五百元報名費 與張南同桌的還有另外兩名酒友 三人喝完後就各自離開 左手竹科工程師性命的斷魂百香果調酒 主要以福特加當基地 百香果為主體 沒有什麼酒味也被認為是美酒之一 酒精濃度約25% 當晚的一公升調酒中有300毫升是冰塊 另外700毫升才是調酒 分量相當於一支完整的威士忌 每100CC血液中有50毫克乙醇 會讓人心情愉悅 如果是50到150毫克講話便大聲 判斷力下降 150到250毫克會噁心講話語無倫次 但如果繼續飲用到血液中有300到400毫克乙醇 就會造成呼吸困難 深度昏迷並有死亡風險 檢方出判男子可能死因為急性酒精中毒 或是酒醉嘔吐引發器官梗塞 要再剖檢遺體才能釐清 酒吧店長接受警訊時稱 張男離開酒吧時病無異狀 提醒民眾理性已久 不要為了一時刺激危害生命健康 找人心理性可問 找人心理性更多 血外呼吸 我們要不怕 什麼